陶乐士的阿达玛讯息 植物类的生命 亲爱的人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与你们交流 我们从陶乐士之心向你们发送我们最诚挚的爱 亲爱的,随着大自然的苏醒 我们希望邀请你们去意识到那股强大的力量 它允许所有的植物、树木和花朵生长及绽放 你们看,自然界的存有 包括所有的植物、树木和花朵 都与源头有直接的连结 没有什么可以限制源头能量 直接流入这些奇妙的存有 它们静静地持有爱与和平的更高维度频率 当你们仔细观察它们时 你们会发现它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来证明它们的存在或生存是合理的 它们总是得到攻击 它们将居住在它们应该居住的地方 当它们完成作为一棵植物 树木或花的一生时 它们便安然枯萎并回归大地 用它们富有养分的残余物 来帮助当前的植物生命 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存在 当你们以同样的方式开放地看待你们的存在时 除了枯萎的部分 你们就已经收到了通往生命和扬生的钥匙 只是存在 知道源头 神会永远攻击你们 知道自己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在你们扎根的地方盛开 相信源头 神会支持你们 不管情况在表面上看起来如何 知道太阳就在每一片云朵后面 而云朵会带来所需的雨水 总是朝向太阳 神 源头 存在就好了 这就是你们的终极安宁 这就是你们的扬生之旅 我们邀请你们到大自然中去 观察你们的植物和树木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拥抱一棵树 然后只是去感受 我们捍卫你们在光明中的胜利 欢迎回家 我们发送给你们所有人无尽的爱 你们被天使的双翼所承载 去创造新地球 你们在心里要知道 你们总是被你们的天使 扬生大师 灵性向导 光之银和家族包围着 是的 也被你们在陶乐师的家人和朋友包围着 永远都是如此 亲爱的 我们在这段旅程中与你们同行 你们永远被不可孤量地爱着 我是你们的兄弟 陶乐师的阿达玛